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请接着讲净土法 这个净土法 我们要求大家 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老年人 都要先认认真真地学习 然后一定要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呢 我们在座的那女老少 任何一个人 生命是有限的 短暂的 瞬息万变的 什么时候死亡大险来临 谁也无法确定 当他来临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可靠 求生净土 这个对每个人来讲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 如果我们有一些把握 在二十年当中或者几十年当中 不会死亡的话 我们可以有时间准备充分的资粮 可是生命是突然行的 死亡大军就肃然出现 在这个时候 谁也没办法面对的 所以从我们的传承上师也好 汉地和藏地的所有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当中 的确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 往生净土的这些窍诀和法门 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利用出来 这个机会擦肩而过的话 我觉得极其可惜 极其可惜所以我们在学院当中要求 一些老年班的人一定要 阿弥陀佛的名画六百万遍 念完 其他的咒语和其他修法暂时不要紧 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其他年轻人 从年龄的次第来讲 也许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般来讲 是按照常规的一些做法吧 年轻人闻思为主 老年人修行为主 以这个原则先闻思 但是同时我们时时刻刻都要 祈祷阿弥陀佛 相关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一定要忏悔 那罪业忏悔的时候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始终不善意 无始以来肯定我们造了无数字了 现在讲特别严重的这几个罪业 现在正在讲无无间罪 无无间罪当中 杀害父母的现象不一定特别多 但是我们对父母不恭敬 父母不报恩 侮辱虐待 这种现象也相当多的 其实它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因为它是非常严厉的对境 做一些不恭敬 或者不如法的行为 确实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像世间最高的领导得罪了以后 从世间当中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到 我们平时在修行当中 说自己相续当中有的这些罪业 立即都要忏悔 现在来得及忏悔 而我们每天闭关的时候 舍修的时候 就把这些罪业可以想出来 然后把它作为自己的所缘对境 进行忏悔 所以修行一定要在实际行动当中去行持 你们不要认为 净土法门当中 每天都是讲一些故事 讲故事我也会讲 不是这样的 书本上的这些内容 并不是往外面去看的 应该每一句 每一个字 每一段话用来对照自己 用来禁止 照一照自己 并不是用这个书本来寻找别人的故事 我们前面也讲了一些公案 这些每一个公案 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很生动地描述了 我们往生极乐相关的资粮 或者障碍方面的道理 因此希望每一个闻思者也好 修行者也好 大家都应该反观自信 下面紧接着也讲一个公案吧 殴打父母的罪过也是如此严重 前面把父母弄死了 这个故事已经讲了 今天讲殴打父母的过失 所以我们不知道 很多道友当中你们想一想 不要说 可能别人打过父母 是不是在实际行动当中 有没有殴打父母的情况 不要这样想 我们现在每一个故事讲的时候 你自己就开始回忆你自己的往事 从小到现在 你打过没有父母 就要思考 如果打过的话 那么你这个罪业忏悔过没有 啊 有些父母在的话 那么父母面前忏悔 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观想 通过诸佛菩萨面前进行忏悔 也是可以的 阿弥陀佛和积极眷属面前忏悔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里讲了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 从前有一位上主叫《杂物之女》 其实《杂物之女》的公案 《赵宝藏经》的第一卷当中是有的 其实《赵宝藏经》原来圆威时代的时候 所翻译出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不管是 讲任何一个藏地的大圆门前行也好 净土法门也好 这里面的这些公案 处处全部都是在大圣经当中 有些人认为 《潜行》跟净土法门 是不是跟汉传佛教有一些不同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前一段时间听说 净土宗的有些道场 他们说 藏传净土我们要不要学 不学吧 如果是汉传净土我们可以学 中间有这样的分别念 其实我的意思 为什么特意去一个藏传净土呢 我希望汉传很多净土法门的人 或者其他的禅宗和天台宗 还有其他的宗派 他们也了解到底在藏传净土里面说的是什么 其实藏传净土里面说的就是 《大藏经》里面和印度的这些高僧大德 和藏地的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结合起来描述的 每一个公案的处处 其实《大藏经》当中都应该可以寻找的 我去对照过 对照的话 那么《大藏之女》的这个公案跟一模一样的 现在汉地翻译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大藏之女》汉地翻译的叫做是 赤童女 赤字赐贝的童 童子的童 赤童女 你们方便的时候应该找一找《杂宝藏经》里面 他将几天当中买买赞带的羞肉供养父母 因为他家里从小很多孩子都要折了 后来为了遣除障碍 按照当地的传统 藏地有这个传统 把孩子取名为赤之女 以女人的名称 他能活得下来 后来确实他已经活下来了 活下来 他长大以后 他的父亲早就死了 按照印度的传统 都跟自己父亲的中心是什么 自己也是从事这个行业 首先他好像卖粮食吧 他问母亲的时候 母亲骗他说 你是卖粮食的中心 说的是可能农民吧 他卖粮食的时候 他每天都是赚四元钱 供养给父母后来很多他同行的人说 你不是这种中心 你不能在我们队伍里面买卖 后来又问母亲的时候 母亲说是买箱的 他买箱 赚来的好像每天八元钱 又供养父母后来他们当中也没有带下去 问他说是买衣服的 后来买衣服 他每天都是赚八元钱 然后买衣服的行业当中也没有带下来 他们都不让带 后来他就买珍宝 买珍宝每天都 哦 好像买衣服是十六元 然后买珍宝后来三十二元 然后他一一地供养自己的母亲 但后来他们都说 你不是这样的中心 你应该在大海里面去报的这种上住中心的人 之后他告诉母亲 说是我的父亲 明明是到大海里面去报的这种人的中心 为什么是骗我当时母亲也害怕 因为他的父亲还有很多这些亲人 都去了大海以后没有归来 不让放他去报 但是他一直去 他在海盗里面去报的过程当中 母亲劝他不要去 他执意不停 后来母亲一边哭着 一边拽着他的脚 然后他就特别气愤地说道 说 我要去大海去报 那么你竟然说这样不吉祥的语言 他一边说 一边狠狠地用脚蹄打母亲的头 走了以后 因为他的夜宝先前海上传之坏了 传之坏了以后 他独自一人好像抓着一个木板 最后行面云到处都漂泊 因为他以前供养多次母亲 以这个原因 他一次一次都是 好像在不同的地方得到了很多天女的城市 数千年当中获得天人的享乐 首先是由四位天女来进行城市 要求他不要到南方去 他就不肯 这样他一直没有听他们的 八位天女 十六位天女 三十二位天女 每一个地方呆了很多年了 最后被他的夜风吹赶到南方的一处 他住进了一座三层门的铁石之内 然后看见有一个人 头上旋转着非常巨大的燃火的铁轮 然后他的老家还有龙血 四处分间 然后咱和子女问你到底造了什么样的业 落到这种下场 那个人说 我以前损害过我的母亲而感到了这样的果报 他一回想起来自己也曾经损害过自己的母亲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空中也是发出声音 束缚者可以获得解脱 解脱者现在可以进行束缚 然后把铁轮落到了他的头上 感受到无量无边的痛苦 这也是其实佛陀的一个因地 后来他当时想起了三戒连会当中 所有害母亲的这些罪业全部落到我的身上 我来感受一切痛苦 这样一想到以后 当然时间都不长 感受到痛苦的时间不长 当时自他交换了菩提心的力量 就是感受到时间不长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主要已经说明了 伤害或者殴打母亲的父母过失非常严重 其实《赞宝藏经》里面也说了 与父母说 少作供养 与父母说 说是所业的说 然后获福无量 获得福德就是无量的意思 然后少作补损 获罪无量 如果作了一个少少的罪业 获得的罪报是无量无边的 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如果曾经 曾师父母 供养 恭敬 孝顺 尊重 那这样的话 将来我们在即生也好 来世也好 获得的果报也是无边无量的 好像记得《正法念处经》里面吧 《正法念处经》里面说了 是供养父母能生凡福 凡是凡天的凡 福德的福 供养父母能生凡福 凡天的福德 从福德果后得涅槃 因为获得了这样福德的原因 以福德果还是从福德 应该以福德果吧 以福德果获得了涅槃 逐渐逐渐以后获得涅槃 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 凡天的福德 我们学《俱世论》的时候都知道 所以我们平时对自己的父母用恭敬 碍语 或者吻合的语言来 进行对他沟通 帮助他身心当中的一些困苦 接触 做这些事情 对我们来讲应该说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很多人从小都是没有理念 没有这种习惯 这样一来 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没有做到 最近我们要求各个地方的人学习弟子规 有些人跟我讲 这是儒教的一部论典 为什么你要讲弟子规 弟子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论典 这你不讲也是我们的动 我们的动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讲的 但后来学了以后 很多人都开始哭 觉得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 确实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不起他们 的确是 他们对我们如是的好 可是不但没有报答恩德 而且他们活在人间的时候 一直让他们受累受苦 而现在想报答恩德的话 已经后悔磨迹 有些人最近纷纷地表示自己心里的一种感触 所以我想很多道友真的需要通过闻法了解 道理也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口头上可以说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实际上 往生极乐的这么广大的因里面 哪怕是我们对孝顺父母的这一点 做到没有 扪心自闻的时候 自己也发现了 从小到现在 我们造了多少的业 所以我们该不该忏悔呢 自己也应该可以清楚的 真的 如果有些在你的生活当中害了父母的 或者说你亲自现在听说很多年轻人 真的是大父母和害父母一点都不在乎 啊 一点不在乎 原来我看到有一个新闻里面说是 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喝酒喝醉了 喝醉了以后他就狠狠地打父亲 他的遍体鳞伤全部都非常严重 后来父亲都送到医院里面去 后来他儿子灌起来了 灌起来了以后当时警察问他为什么你要打父亲啊 他说是因为他不听话 翻了卦尔达 什么意思 翻了卦尔达 没有听懂啊 对不起 至少这是这一个 还有那个圣子精进生气 呕倒父母的心也需要感受这样的痛苦 有些人可能亲自没有打过 但是跟父母吵架的过程当中很想打他 拿着棍棒或者拿着其他的东西 狠狠地想打他这样有没有 其实应该打过父母的人应该举个手 有没有 敢不敢 肯定有 估计 那么想打他的 想打父母的 这个我好像确实 今天我看书的时候都是想到我打过父母没有 应该没有 没有打过 嗯 想打的心有没有呢 反正现在记不起来 应该没有 也是感受这样的果报 什么样的果报呢 打阿罗汉摩奸莲被外刀 裸体外刀 当时外刀头数数呕打 然后身体垂肠的 简直像成了一个尾草一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 因为其他的阿罗汉 当时没有业果的关系 当时裸体外刀本师所烧的口血 他们都没有听到 而后来目犍连因为有前世因缘 他就烧了血之后 他们把狠狠地打了 本来目犍连是神通第一 平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当天 他这里也讲了 本来他具有仅仅一个 胶母指可以摇动天界的尊神功 整个善界可以变动 还有天界的尊神功都可以摇动 有这样的身边 可是当天由于往昔的业力所压 连变化 想也想不起来 他就变化 或者应付他们 攻击他们 想都想不起来 更不必说大显神通 那么目犍连尊者是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 而阐述如此痛苦的呢 从前有一对婆罗门夫妇 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娶了一个媳妇 那个媳妇从中开始 儿子跟父母之间经常 这是可能很多在家人都清楚 有时候这些媳妇很坏的 所以他经常从中挑拨离间 只是那个儿子 也就是说他的丈夫 对自己的父母也变起了那么无情 有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和母亲 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非常生气 这个人也是很奇妙 不过人生气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惯了 光坐在一起 他们也没有犯什么 光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特别看不惯 然后恶言说道 说是正干 你们整个身体应该打得像 吹蚕萝卫草一样 他一边骂他们 一边 他当时没有打 很想打他 因生起了这样的恶心之业 他在五百世当中 被他人打死的 然后如今得了阿罗汉果 最后有罪 但是最后有罪的时候 最后的一次业力 也是被裸体外刀 把他打到遍地鳞上 也可以说是 他是获得了 整个所有的 释迦牟尼佛教徒当中的神通敌业 但是他最终离开世间的方式 确实也是前世的玉尼 他前世生下来的业 感受以后离开世间的 所以我们很多一般的凡夫人来讲是 真的在相续当中 产生过这样的恶念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要赶紧忏悔 如果真的忏悔 不要说是想打父母的恶业吧 真正造无无间罪的 也有机会忏悔 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 那么的确也转生地狱里面的时间是非常的漫长 记得好像在《地藏经》里面吧 《地藏经》里面说了 如果有众生不孝顺父母 或者只杀害父母 那么他会堕入无间地狱当中 无间地狱 而且千万一戒当中 九处无欺 感受无边的痛苦 我们很多道友 经常读《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翻开 确实有这个教义 有这个教证 如果我们不孝顺 甚至杀害他 那与父母这样相关的罪业 应该说相当地可怕 所以我们应该有时候反观自信 应该会有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当代的教育和 当代很多人的思想 把父母根本不当作一个严厉的对境 就是他只是世间的一个老年人 除此之外 自己都是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对他有尊重自信 所以这是一个公案 现在我们 我以前看过一些报纸 报纸里面说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就是百分之七的孩子 害怕父母 百分之十三点多的孩子 他们特别讨厌父母 父母什么都不让做 他想吃的东西不让吃 想玩的东西不愿意不让玩 这样就非常讨厌了 还有百分之五十几的孩子 他们特别讨厌父母 他从小都是特别讨厌父母 所以有些说 百分之七十多的孩子 要么是讨厌 要么是讨厌父母 而感恶父母的可以说是极其鲜少 就极其鲜少 所以在座的很多人从小到现在 你对父母有报恩之心 还是有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过 我们依靠父母来造了很多的业 在相续当中还没有消敬 而一直存放着 然后我们通过其他一种方式能不能轻而易举地 往生极乐世界 有这个可能吗 我们也应该可以想一想 那么这些道理并不是说是 是世间一般人的一些没有易举的词 并不是这样的 我忘了是哪一个经典里面 有一个经典里面说是 不孝之罪 显报如是 后入地狱 受苦无量 不孝顺父母的罪业 大多数都是显示显报的 有些即生当中 不一定能马上出现报恩 但是后世堕入地狱当中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以前我讲的《照报藏经》里面讲了 有一个人准备打母亲 打母亲还是打父母 那个时候 后来显示显报 当时盗贼把他的手臂砍断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 他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后来当场大泪披死了 当场死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车祸 有一些灾难 平时在城市里面 恨死的数量非常多 当然有一些应该自身的罪业 来完结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都认为 我这个人好人 为什么我的很多事情不顺 其实不一定是好人 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是很好人的话 我们不说别的 佛经里面所讲到的所有善法 仅仅是孝顺父母 这个罐我们做到没有 我们可以观察自己 将相大父母的罪业这么严重 然后此外也不能侮辱 侮辱父母 或者在他的身体当中 以污蔑的方式来跨过他 那么这个有一个公案 曾经有一个叫做仁慈共识的上主 因为他自己对母亲不恭敬 从他的头上跨过去了 这个业他即生当中堕入孤独地狱 并且在头上也是转着 并且铁轮 感受难忍之苦 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见他父母 尤其是老年人的时候 一点都是不尊重 不恭敬 在他的衣服上踏来踏去 对他进行说一些侮辱之词 那这些可能比较多的了 应该讲 父母当作自己的根本上是一样的 在他的住下恭敬 顶礼 诚实 老妈妈 你很好啊 我今天拿一点洗脚水你 洗一些你的脚 你肯定不能动 来 我来 我来 你好好坐着吧 有没有这样的孝顺之子啊 恒少恒少 看见都是恒之如故 好像真的是 多生累劫以来的 缘分的敌人来到面前一样 母亲住的房子里面 孩子都根本不愿意 就是一刹那间也是不愿意带的 有些人一看 一叹气母亲的时候 或者一叹气父亲的时候 从他的脸上 表情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噢 这个人对父母是挺有意见的 特别恨啊 或者一起的时候 天天地吵啊吵啊吵 以前有一个佛友住在一个娘母子家里 然后他说 我住了七天 他们吵架八次 天天吵吵吵吵 他这里这样讲的 若这是父母做事 也是感受果报 很多人把父母当作做事情的工人 或者是保姆来对待 其实这个也是感受果报的 这个确实很多人是容易犯的 昔日释迦美女耶稣说 他怀起了他的儿子罗侯罗当时长达六年之久 一般人类来讲是九个月 但是他这里长达六年之久 生残的时候也是当时感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从前有一个母女两人携带一桶酸奶 甘露 女儿不愿意背这桶酸奶 奶桶不愿意带 于是她对母亲欺骗的方式来说 她说 妈 你好啊 背着这个桶 你慢慢甘露吧 我在这边方便一下 慢慢上来 然而这只遥远的路途当中 一直让母亲背着癌痛 这个业里的灯流过 因为她当时一直让母亲做事情 她自己不愿意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吧 但是主要是这个业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想一想 现在社会上好像很多人把父母 把父亲当作佣人 把母亲当作报名 世间上是有这种说法 在世间人来讲 自己的孩子天天父母看 然后卖菜 打水 做很多事情 让自己的父母做 孩子从小也是家里的小公主和小王子 所以说你现在一直是 尤其是现在独生子的时代 确实是父母已经把孩子关怀了 他长大以后 他觉得 父母一辈子应该是对他服务 对他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已经成了百发苍苍的 看起来也是满面皱纹的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要求 有时候如果孩子稍微好一点 他可能表面上 因为自己很懒惰 就是说 我特别喜欢吃我母亲做的菜 我从小的时候特别觉得 我的母亲做的菜好吃了 你给我做啊 我就好好睡觉 妈妈 你给我做饭 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不合理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真的是 自己明明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让父母操劳 让父母做 这是在座的很多道友 应该可能犯得比较多 应该值得好好地忏悔 由此可见 父母是多么严厉的对境 比如若用世间的财物 辛勤劳作报道父母的恩德 那么儿子将父母钢在双肩上 百年之中转绕四大部主的话 没有办法报道父母的恩德 以整个遍满大地用七宝遍满 然后供养父母也很难以报道他的恩德 所以《法缘柱里》里面也讲了很多 有关经典的教义 讲了很多 方便的时候大家应该看看 我们《父母难以报道恩德》的经里面 也讲了很多 意思就是说让父母刚在肩上 整个四大部主去转 不一定报得到父母的恩德 如果让父母信仰佛法 受持戒律 生起智慧以及趋入佛门 这样他可以报道父母的恩德 其实这个《一切有补的毗奈耶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一切有补的毗奈耶经》 好像第三卷里面吧 第三卷里面也讲了 父母没有信仰的人 让他产生信仰 不受戒律的人 让他受三规五戒 不布施 吝啬的这些父母 父母的钱包里面拿出一点钱 去布施 还有没有智慧的父母让他闻思修行 取入佛门 生起智慧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真正能报道父母的恩德 所以世间人认为给他买一套房子 或者给父母买一个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从现在的一些话来讲对他供养一些财富 那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其实这也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对父母这样照顾和关心他的晚年 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从佛教和从长远的利益来讲 的确也是一般的饮食 金银财宝 不能报道父母的恩德 知识是有教证的 好像《不可思议广经》里面有很明确的说明 怎么说的呢 说是非饮食即报 能报父母恩 非饮食吃的 喝的 还有珍报 不能报道父母的恩德 引导向正法 变为共而亲 意思就是说 让他们引导真正趋入正法 那这样真正能供养了三世诸佛 已经报道了父母的恩德 所以有些道友可能一辈子当中 没有报道父母的恩德 没办法 他是刚强难化的 你想让他学习佛法的话就绝对没办法的 他反而炸佛像 烧金属 坏佛塔等等 在你面前也是造很多业的 所以没办法的 只有用一些世间的 财物来报道恩德 但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父母不信佛教 但逐渐逐渐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原来反对的现在不反对了 凡是自己家里看见佛像虽然不是很高兴 但是也不是很反对的那种有一部分人 有些人现在还是逐渐逐渐能念佛 有些甚至出家这就是真正地报道了父母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大小 是真正的小子可以让父母趋入正法 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说 如果我们熟虐还有盗窃的藏物 还有一些新财 王财等等 一些鲜明的财富来供养父母 不但是不能报道恩德 反而让这些父母积累了地狱的因 现在世间的有些人为了养活 或者为了报道父母的恩德 通过一些鲜明养活 非法的途径来 向父母获得快乐 其实这种做法的确也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附近当中也是经常有 如果父母特别贫穷 作为一个出家人 附近里面有一个叫做《贫离经》 《贫离经》里面说 父母特别贫穷 你如果想用财物来帮助他 让他先受三规五戒 然后你财物的部分给给他 不但没有过失 还有功德的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当然有些可能经典的说法 都是不是很相同的 比如说有些 像《五分律》吧 《五分律》里面说 比丘如果将一些珍宝这些 供养给父母好像不信佛教的还是什么 这样的父母也有一些罪业 也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从父母严厉对境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是我们《贫离花满论》当中也讲了 部分的财物供养给父母的话 应该说是没有过失 当然最好是让他信佛的 受三规五戒的人 这样本身也是别人的一些信中的财产 信中的一些财产如果不是给一些居士的话 就是没有过失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不信佛教的 反而反对佛法的 这些人面前作供养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过失 但跟其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面前供养 当然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这些因果的一些观点 应该我们要做一些分析的趋势 其实我们很多现在境界膨胀的时代 很多出家人也好 对钱财也好 对供养 布施 很多方面不是特别的注意 随便怎么样 无所谓的 其实真的我们学了《百业经》 学了一些《庇余经》 这些经典以后你应该清楚 业果应该说相当的可怕 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地取舍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将来会感受一个无量无边的痛苦 为什么有些人修行非常好 而修行好的人 他对一个小小的事情也很注意的 以前有藏的一个老法师 他根本不让任何人对他做成事 做成事 别人对他服务 别人对他扫地 别人甚至对他打碎 这些都是不愿意的 他就害怕以后在无数的时日当中去偿还 在这个时候多麻烦的事情 所以有因必有果的 因此他就特别注意 听说别人对他有时候是背一捆木材 那这个时候他一旦发现的时候 把那一捆材他自己背到 然后放在他门口 以前有一个叫堪波扎西 大概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一个老法师 我们也有一个 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我看到给玛文波段振罗日他的传记当中 他也是的确对因果取舍方面特别重视的 但我们世间人绝对不是这样的 有多少个人承识你 就无所谓的 即生当中我怎么样过 我快乐的生活 下面有多少仆人 佣人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其实我们轮回的话 今天是我主人命 下意识的话 我是仆人 我们很多因果的循环 也不断都在发生 所以一定要取舍因果方面 要值得注意 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公案以后 自己也会小心翼翼 下面讲了另外对于破戒的父母 也应该恭敬 就是父母因为他是严厉的对境 父母 上师 还有一些严厉的对境的 金刚阿舍利 这些即使破戒者也可以恭敬 一般来讲 破戒者不应该恭敬 尤其是受清净戒律的一些比丘 更不需要恭敬 但是父母是特殊的情况 那么他这里也讲了一个这样的公案 说是以前有一位施主的 儿子是童小三藏的比丘 但后来他的父亲 也是出家为僧众做事 十分辛苦 一次他对儿子说 我累得精疲力气了 那么你应该恭敬称师我 因为儿子也在寺院里面出家 当时可能不是 父亲也出家 父亲出家了以后 父亲可能不知道破戒者 给僧众做事情 很累了 很累了以后 让他儿子给他称师 然后儿子说 我跟大师释迦牟尼佛讲过 狮子一样的人不能称师 像狐狸一样的人了 然后父亲就说 儿子啊 谁是狮子啊 谁又是狐狸啊 他开始讲 然后儿子就接着说 爸爸啊 我具足清净戒律 犹如狮子一般 你是破戒之人 犹如狐狸一般 他就直接了当地说了 你狮子就是我 狐狸就是你 直接跟他说了 然后父亲就开始 他也嘴巴比较回缩 他说 儿子啊 那这样像狐狸一样的 我能生出狮子一样的你吗 他儿子嘴巴回缩 好 正在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开始赞叹父母说道 本来是破戒者和持戒者确实有关经典里面 也是用狮子和狐狸来比喻的 但是父母是利益的恩田 无论任何时候应该值得恭敬 宁生欢喜 所以说 我们很多道友 父母不管他是脾气好也好 脾气不好也好 什么时候都应该值得恭敬 原来有一次我们也讲父母的功德以后 听说我们学院里面的几个老菩萨后来特别傲慢 他们天天都是让子女给我成沙 不是堪不讲了吗 我就是功德治天 你应该好好地服务 我从此之后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你们也不要太傲慢了 任何一个人如果让父母欢喜 正式供养 抚恤父母 将受到了梵田 阿舍利的供养等等 所以佛陀也如此地赞叹了 恭敬臣师父母的如是功德 佛陀也在经典当中这样说的 智者饮食 义无极恶具 小敬父母亲 今时无灾难 后时驱善去 获得诸安乐 智者饮食 义服 恶具 还有其他的 通过各种方式来孝敬父母 这样即生当中没有任何灾难 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 健康无病 长寿百岁 世间人有时候可能真正的一些 任天的规律 人与自然的规律 你恐怕不太掌握 如果你不掌握 有时候这种因缘 在自己的生活 生命都遇到各种挫折 如果一个人他对父母亲 他对上师三宝 各方面相当如理如法 应该他的一生特别顺利 他将来去除唯一的善趣 人间和天界 享受无量的快乐 应该是《杂阿罕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 如如与父母 恭敬修供养 现世命成流 命中生天上 如果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 即生当中 我的美名会传扬世界 来世也转生为善趣当中 逐渐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的确修行佛法的人 基本的一些 孝顺父母 这些道理应该要懂 如果不懂的话 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 连世间如照的一些传统思想的基础都已经不存在了 更何况说 密宗里面的即生成就 然后净土宗都是即生往生 这些都是相当遥远 所以这些道理懂得了以后 我都很想 很多人肯定有希望今生来世都是快乐幸福的 那么下面说 尤其是年轻人 如果孝敬父母或者长者 那么就是积累福德 如若我们欺辱 或者蔑视 或者凌辱一些父母长老 那么就是耗尽福德 耗尽福德 他这里讲了一个师尊因地的简单的公案吧 这个公案广的内容在《百年华论》当中也是有的 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翻语 那么从前被称为何其四瑞的一个是阳教寮 还有山土 猴子 大象 他们按照长有辈分 也可以说长有有序的 以这样的一种程序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大象 然后年龄最大的是养教寮 他以其他三者供养 这个公案他们是在一个山林当中存在这四个动物吧 这四个动物存在的时候他们就共同商量 和睦相处 后来他们说我们应该年龄大的算是我们的藏备 好好的恭敬 称施他 而年轻的去经常帮助 寻找一些饮食 后来他们都不知道谁老 谁有 后来他们就用一棵树来观察 一棵树来观察的时候 好像那个是列座大树还是什么 列座大树大象说 我想起来的时候 这棵树就是我的身体那么大 后子他说 我小的时候 这棵树是我的身体那么大 然后山土他说 我小的时候 这棵树还没有成熟 只有两棵叶子 其实我当时也填过那叶子上的露水 我填过 然后羊架鸟他说 我在的时候 这棵树还没有出现 当时种子通过我的粪也是慢慢成熟的 后来他们知道 这样看来肯定是羊架鸟 他就是我们的老大 应该值得恭敬 然后大象最年轻 后来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大象在一层一层的大象上面先猴子 在猴子上面开始山土 然后山土头上鸟 所以他们四个到哪里去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这样一种尊敬 障碑的缘起力 所有的动物逐渐逐渐受三规五戒 和睦相处 吃树 后来整个国家乃至灵国很多都变成了这样 我原来讲《十尊广传》的时候也说过 我说何其四瑞的象平时都是挂在经堂里面 挂在自己的卧室里 这样应该有很多功德 这个功德无形地让我们很多人产生一种快乐 善念 我那天在学校里面要求他们在学校里面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现在世间上的一些象 我们来学校里面 然后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 八瑞象 八吉象 或者像这样的何其四瑞 像这些图如果挂在里面 有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意思不可思议的 当时好像那里面的养家寮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 舍利子是山土 里面的山土 后子是目犍连 大象是阿难尊者 是他们前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以后应该要想起了 世尊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故事 哪怕我们四个道友看看 如果一个是二十七岁 一个是二十六岁 二十五岁 二十四岁的话 那么提水应该是二十四岁的小和尚去提水 不应该说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 年轻人坐在这里 连老的人很轻快地操作一声 下面怎么讲的 他说是 途经艰险难行的之路 他们这样的 他们骑在大象背上过路 杨胶机是他们当中最连障的 其余的三位对他都是逼供逼近 必须像他们那样恭敬老者 无济莲花生大师也是说过 无灵老者有我当一恭敬乎 不应该让这些老者伤心或者痛苦 这样也是不行的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 也是对老者 也是恭敬的有种 印度有一个国家 印度有一个地方 以前凡是一些老年人 全部都会活活地埋在地里面 后来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他当时把自己的父亲藏在密室里面 没有把它埋掉 后来国王有一次受到天生的一些问题 他说 世界上有四种财富 四种财富如果你能打赏的话 你这个国家快乐 你也是一切迹象 如果你没有打赏的话 你的生命有危险的 那么什么四种呢 世界上最好的财富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第一个美味是什么 还有第一个长寿这是什么 然后国王受到这四个问题的时候 他居过上下到处寻找他的答案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 后来那个儿子他就悄悄地 让密藏里面所隐藏的父亲面前问了这个问题 然后父亲他以一些古老的传统来回答了 他说 信用实际上是最大的财富 然后修行佛法是最大的快乐 说诗语 不说假话的诗语 诗语实际上是第一美味 第一美食 还有法僧慧明是最大的场寿 后来他能答上了这四个问题之后 国王也是问这个到底是谁回答的 后来他直接说我犯了国法 我把这个服藏隐藏了是他回答的 后来他说老年人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们这个法律要改变 再也不能杀害所有的老年人 从此之后这个传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对老年人不能认为 他们已经老糊涂了 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事情都不给他商量 不应该这样的 真的有时候是 我们藏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在一个地方老年人如果多的话 宝贝比较多 老年是一个宝 是如意宝 所以他有丰富的经验 有丰富的一些思维 还有很多人身经历 佛法经验 修证的开悟等等 有许多许多非常难得的知识 修证 应该我们对老年班的这些老菩萨们要经常恭敬 祝愿他们长久住世 今天讲到这里 thereli se个老师 本天的后来mar来 水 companions Koskolek 세� ambiente 我给予 Так山把个家拥册 出良δα 我可以兜营多健康 这种学院时可以更非常啊 下官方在这儿em诞沙 course dora benla hazırdırdora